4月22日,少数媒体服务机构EMS举行网上市政会议,邀请了洛杉矶县消费者与商务事务部公司执行计划和调查部主任罗斯·巴斯马兹阳以及员工权益律师伊冯·梅德拉诺,讲解了引起关注和热议的英雄薪酬条例。 目前,洛杉矶县正在实施给予必要工作岗位的工人每小时5美元加薪条令,这是洛杉矶政府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采取英雄薪酬措施的最新举措,尽管零售商警告称,商店可能会因此而关闭。 这项离时加薪计划对一些杂货店和药品零售店生效,这项为期120天的加薪条令将是大约2000名工人授益。 至于哪些工人才符合英雄薪酬条令的授益者,罗斯·巴斯马兹阳做了说明。 超特别 strapored玉莫瑺麟,工裟 provides an extra $5 Sit. 搬 ley雄薦等到勾的人了, folklore solic错那事情,将是ö,通知了 一个 im宾待坊的ORA sağ联盟数市场、轉导于培酬室的based剰は, 或计划是公裟员政府发植做了一 page。 oft,我们回应中出席考量, które负面有用 If I telecommute, I work from home, does this apply to me no the employee has to be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store in order 该法令得到了劳工权益组织的支持 同时也引起了杂货店和零售商业主的强烈反弹 额外的薪资支出可能导致经营亏损 洛杉矶出现了一些杂货店关门歇业抗议的现象 尽管如此 如果业主拒不执行英雄薪酬条令 员工应运用法律维护权益 根本主拒不执行英雄的事件 自疫情爆发以来 EMS一直关注疫情下的少数族裔移民的各项权益 并与洛县政府部门联合举行了一系列网络研讨会 借此得到相关政府部门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帮助和扶持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